然后往下 对 如果你可以然后 然后 这个腿不要太开 这个腿可以弯 可以坐 这个稍微弯 稍微弯 对 有我这个 有 有 有 重量 重量去给他 给这边 对 给这边 这个不要太弯 好 好好好 好 这个撑 撑拍 撑拍 落下 对 这个 这个 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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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就是这样 好 好 好 我以为是这样子 你这个是光撑啊 你这个只是撑开啊 它没有力量 就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光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样子它光是撑开啊 是不是 对 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落下把身体给它 把身体 你看我身体移过来 把重量给它 重量给它 我身体越松越沉 越松越沉 这边就越多 我往这边的话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 你弯曲 膝盖稍微弯 你看我越下来 你把整个力量 整个压力都往这边 往这边走 我要走走这个筋 我要走这个筋还是一样 我这样子撑开以后 我把重量往这边上 你看 我这个样子的话 就上来了 我这样子就没有 你看 这样子就有了 终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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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就是这种练习 就是用你自己的重量 去帮助你要练习的地方 增加它的压力 好 这样子慢慢 有几个 第一个你就清楚那条筋在哪 清楚那个筋在哪里 对 第二个你知道 当你压力够的时候 那个筋有伸展出来了以后 你知道这根筋连到下一个关节 前后的关节 连到哪去 寻什么筋连过去的 你就晓得了 知道了以后 你再练习去主动的动 主动的动 动它 好 你在这样子 压 压 压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知道这个了以后 知道这个以后 去试 试着 单一关节 单一关 单一关节 拔去 主动的撑 撑它 怎么样 压力放放上去 再撑 我们要 要的是这个 我们不是要把它压软 压软没有用 压软没有用 我们要 我们要的是这个 这个 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关节 都要这个 啊 这个压 压下去 这个 你看 你才可以做到 每一个关节 你看 全都可以这样做 要没懂 这样每一个关节 都这样弓 每一个关节 对 你都可以这样 啊 这就是分得清楚了 分得清楚了以后 你一合 它就整了 它就 每一个都开 都分开 对 你就会很清楚 没有一个关节 是这个整个网络里面的 一个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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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这样子连起来 才有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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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枕 不是你在那边 把它 把它用力的 合 合起来 不是的 啊 枕是你整个 用这个力量 关节里面的力量 把它整个扑 每一个关节 把它串 串起来 这个叫枕 这个叫枕 啊 所以这个很简单练嘛 对对对 是不是很简单练 只是会 只是会酸嘛 只是会酸 回家去 可能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会 这个礼拜会 没有力 差不多在做一些轻微的 你觉得酸的时候 你平常做轻微的 不要这么重 啊 轻微的去练 看看 我是不是可以去控制它 这样子 啊 慢慢去强 强化它 这些金都需要强 要强化 啊 否则你们大部分这些金 都 都太多了 啊 那瘦的人啊 金很强 我就说 瘦的人 金 金比较强 比较胖的人 那个金被埋 埋得太深了 呵呵呵 很难出来 啊 好 好 有问题吗